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財政委員會的報告認為 拜登兒子亨特的行為有著利益衝突的擔憂 甚至是犯罪、反情報行為以及勒索 報告中說 委員會拿到的記錄顯示了 在亨特·拜登、詹姆斯·拜登、薩拉·拜登 戴文·阿齊爾和與中共及解放軍有關係的中國人 以及其他背景有問題的外國人之間 有著持續的、重大的、而且廣泛的金錢聯繫 涉及的金額達數百萬美元 參議院國土安全及財政委員會 已對亨特·拜登在烏克蘭天然氣公司 布瑞斯馬董事會中的角色 以及他的廣泛而複雜的金融交易 進行為期數月的調查 這份長達87月的報告指出 奧巴馬政府官員知道亨特在該董事會的角色有問題 並且干擾了有效執行對烏克蘭的政策 當時的副總統拜登負責美國的烏克蘭政策 報告還說 收到的記錄顯示 亨特向個人發送了成千上萬美元 收到亨特錢的個人有些是烏克蘭和俄國人 報告稱 記錄還表明 其中一些交易與似乎是東歐賣銀 或人口販運圈有關 亨特·拜登的一家投資公司 從莫斯科前市長的妻子拜琳娜·巴圖里納 收到350萬美元的電匯 另一筆金錢交易中 亨特·拜登與一位和中共政府有聯繫的中國人 開設了一個銀行賬戶 該人給詹姆斯·拜登和他的妻子薩拉 提供了10萬美元的全球消費大禮包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